滿載而歸的漁船緩緩駛入港口 高雄市長陳其邁站在岸邊回首之翼 大船入港後更化身漁民 下場參與蟹魚儀式 為今年的獅牧魚文化節拉開序幕 市長陳其邁受訪時提到 每年都會來幫忙促銷漁產品 更大力稱讚彌陀獅牧魚的高品質 包括像我們的漁度還有加工品 那我們一方面也輔導清真認證 擴展多元的一個市場 其實我相信在配合 我們在冷鏈的這個 包括冷鏈廠跟冷藏車等等 這個部分的一些補助 那在國內不僅有競爭力 那各式的加工品其實 價格也都非常的穩定 銷路也非常好 除了新鮮的水產 彌陀漁港也有著美麗的晚霞 被票選為十大魅力漁港 加上周遭風景區 未來新台17線完工後 有機會形成全新的觀光路線 搭配我們蟹茶山 可以說是非常適合觀光 休閒旅遊 然後再加上 這個採賣我們高品質的 三百里的一個漁品 所以我想我們會持續的 一方面在 我們補導我們的漁民 能夠增加收入之外 那二方面也能夠發展 另外一條我們的旅遊路線 拿起一袋新鮮漁獲遞給民眾 面對近期對岸暫停台灣水產品輸入 市長陳其曼也表示 除了輔導業者盡速補件 也會積極開發多元通路 我們也必須獎勵 以及補助我們的業者 能夠擴展多元的市場 譬如說我們在這個秋刀宇 現在還是韓國日本為主的一個市場 那由於現階段 大部分是中國的加工 所以我們一方面 也希望說能夠分散市場 到東南亞的加工廠 所以我們會有多元配套的 獎勵跟補助的措施 去年虱目魚文化節因為疫情停辦 今年恢復實體活動 現場也是熱鬧滾滾 市集文化導覽辦桌等活動 有得吃又有得拿 讓民眾充分感受 虱目魚故鄉的魅力 記者邱怡婷高雄採訪報導